范贤意外地看了三皇子一眼 从这些幼稚甚至有些不清楚的话语里 听出小孩子是真的很在意此事 顾免有些想不明白 转念间马上想通了 看来这位小爷还真是有那个雄心呢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将手中的牛皮纸袋递给了三皇子 水师的问题并不太大 当然那个手背自然会倒霉 我想水师的提督大人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总要给我一个交代 他轻声说道 大江之上也是一次使的 水师的军纪还是不错的 三皇子不肯接话 只低头翻着牛皮纸袋里的东西 却是越看越心惊胆跳 上面全部是江南水寨这几年来 与各地官员的暗中交通 账目清楚 往来回值上面 虽然不可能数着那些官员的姓名 但真要查下去 只怕也能揪出好几位官来 范贤说道 这便是所谓的投名状 夏七飞将这些东西交给我 就等于将那些官员和他自己的脑袋交给了 双方叫了底 大家才能心安 三皇子忽然抬起头来 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夏七飞要一直当个暗装 殿下明白的极快果然聪慧 范贤赞赏了一句 这些官员我们要抓便抓 只看抓的时辰 若他们仍然不识时务 想要站在朝廷的对立面 但自然是要抓的 至于夏七飞 他依然当他的江南水寨之主 依然与水师与各地官员们结交着 如此甚好 在范贤的立场上 所谓朝廷的对立面 自然就是信阳那一面 三皇子望着范贤兴奋说道 老师好基策 范贤摸了摸头发 自嘲一笑说道 这算什么狗屁好基策 人人都能想得出来 只是没有人像监察院一样 拥有这么多的资源 查不出夏七飞的底气 就不可能控制他 自然也就无法试战手脚 难得听他说了一句脏话 三皇子却乐了起来 说道 老师一旦诗仙 原来也是会说脏话的 范贤笑得更大声了 狗屁诗仙 师仙也要上茅房 庄大家还被娶了两个小妾 这世上哪有那等 从内到外全是水晶做的人 就算有 只怕也要冻死深州所有人了 三皇子痴痴一笑 忽然促瞎问道 难道说 父皇也会骂脏话 范贤一正 看着这小孩气不打一处来 这是逼着自己撒谎啊 真是恨不得骂脏话了 笑着骂道 我会去问你家贵嫔娘去 说笑一阵 气氛轻松许多 三皇子骤然想着先前下七妃说过的那番话 兴致大作 问道 老师 听着贼头子说 波西天西湖边上要开什么大会 品鉴江南豪杰武道修为 乃是难得的盛事 咱们 咱们也去看看吧 哎 俗 真俗 范贤笑道 不过是些俗人打架 殿下乃堂堂皇子 何必去凑这个阵呢 江湖啊 三皇子愁眉不展说道 哎呀 学生真的很好奇 他眼睛一亮说道 哎 老师乃是天下难得一见的九品高手 到时候 乔装打扮去夺个什么盟主 岂不是一桩妙事 月后写成画本 在天下间传呀 哎 欲发俗了 范贤笑道 真要这么做 京都里还不知道会怎么传 随便参我十几张的材料那是绰绰有余 最末陛下还不是要批我一个年少梦浪 再说了 带着你在身边 怎么可能轻负贤弟 他最后说道 当然监察院肯定会去派人看着 估摸着四处的人手 早就已经待在西湖边上 我这边准备让苏文茂去一趟 三皇子这才知道 原来范贤早有计划 不免有些失望 唉声叹气起来 这位皇子就算性情再如何坚韧阴狠 总不过是个小孩子 一想到不能去凑热闹 看一看传说中的武林大会 终究不大舒服 别伸了 殿下请先去休息吧 范贤站起身来送客 将三皇子送到门口时 三皇子忽然停住了脚步 没有推开那扇门 反而回转身来 偏着脸 绕有兴致地上下打量着范贤 随后说道 老师啊 为什么父皇要安排我跟在您的身边 一同来江南呢 范贤一正 片刻后微笑说道 殿下您心中是如何想的 或许就是陛下安排的良苦用心 其言可畏 其心可诛 三皇子稚嫩的面容顿时严肃了起来 思考了许久之后 缓缓地点了点头 接着却问道 哦 敢问老师 二表哥现在究竟在哪里啊 多日不见 学生实在有些挂念 范贤知道他是在问范思哲 看三皇子的面容 发现妓院二老板对大老板的关心想念 似乎是很真诚的 笑着硬道 刑部已经发了海捕刑书捉拿他 我怎么会知道 三皇子不是皇帝 他没有必要说太多的东西 三皇子有些气恼地看了他一眼 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有个问题 我一直想问老师 殿下请讲 玄公妙赏 为什么你要来救我 三皇子带着一丝期盼望着他 不知道是想得到怎样的答案 范贤想都没想 很直接地笑着说道 因为殿下那时候危险 我自然要救你 很明显三皇子要的不是这个敷衍的答案 继续问道 那时候父皇更危险 范贤回得更妙 我离殿下近些 三皇子气苦 恼火地推开木门 走了出去 心想 这丝果然是个面团身子铁石心 什么话都不肯说明白 喜欢过弄玄虚 天子之家成长的李承平 自幼就在母亲的教诲下 活得小心翼翼 与二皇子交好 却也时常去东宫玩耍 是几个哥哥都很疼爱的小角色 但内敌里却是胆子极大 有远超过年龄的成熟 这种性情却是被逼出来的 看到玄空庙上 所有人都只着急皇帝安危 却没有管三皇子的死活 太子更是那般不堪 便知道天家无情 并不是假话 事后三皇子不免有些心寒 时常一起当日范贤鹦鹉无比 挡在自己身前的情形 对方救了自己一条命 两相比较 三皇子越发觉得 这位名义上的大表哥 实际上的兄长 要比天下所有人都可爱得多 值得信任得多 范贤站在门口 看着三皇子随虎卫走入自己的卧房 这才回身进了门 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容 看与三皇子一路南下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着实有些微妙 对方是皇子自己是臣子 但又有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而且大家心知肚明 都是一个爹生的子儿 只是大小二人都是聪明人 所以绝对不会有人主动提及此事 哪怕是彼此之间的些微试探 毕竟这个世上 像思思那种憨直感言的人 并不太多 少爷 得睡了 范贤正在出神 便被自己敢言敢问的大丫鬟震了一跳 回头只见思思正端着盆热气腾腾的水 很认真地盯着自己 这几天 你可别老动呢 范贤一面说着 一面将双脚伸进了热水里 舒服地呻吟了一声 连日旅途劳顿 而且心神也有些疲惫 确实需要烫上一烫 思思拿着一块大方帕 坐在范贤面前的小凳上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范贤被他看得有些发毛了 下意识问道 怎么了 思思扭头望了一眼木门 低下头轻声说道 少爷 您查内裤就查内裤 那些事情就别理会了 他是得到范贤亲口确认的寥寥数人之一 当然相信他的身世 而他虽然是一位憨直的姑娘 脑子却极为好使 或许是自幼被范贤惯鬼故事惯多了 对于某些事情 有种天生的敏感 这些日子眼瞅着范贤与三皇子之间的言谈行止 隐约猜到范贤是不是在为将来做些什么准备 但是天子家世 在姑娘家的心中还是十分恐怖 不能触摸的存在 他又并不将范贤看成宫里的人 自然有些担心 范贤的双足停止了在热水里的搅动 有些意外地看了思思一眼 沉默片刻之后安慰说道 放心吧 我有分寸 我没办法让这个小家伙像死者一样去吃苦 只是希望江南行能让他开开眼见 就算不论将来之时 一位皇子日后就算辅索太子之国 心胸要是宽广些 这天下也会好过一些 范贤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感情我家少爷还是位悲天悯人的人物 范贤笑赤道 这话说呢 难道我就不能了 太像了 所以反而有些假 范贤眼嘴笑道 少爷先前是怎么训那位下爷来着 这回又忘了 两者并不抵除 范贤很认真地说道 对人好 不见得要事事都医治的 百姓怎么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呢 这种事情我们来做就成 那为什么要做呢 思思好奇问道 姑娘家出身贫寒 总期望少爷能说出一些仁义的话来 这便是所谓女子心思难猜了 哪里来的这么多的人生窥谈 明儿就要入江南路了 快去睡去 水我自己回头 范贤笑着挥了挥手 死死呵呵一笑 却依然望着他的双眼 他若单独在范贤面前时 总会有些不符合下人身份的大胆 范贤被缠得无赖 拍着大腿悠悠说道 唉 为什么要做呀 当然不是悲天敏人的原因 我可没有母亲那种胸怀 我只希望天下太平 外将无战事 内遇无惊慌动乱 就算我要做一位富贵贤人 也要绑住身边是个太平盛世 这样少爷我在将来的三十岁就退休 才能享清福啊 说到底 我只是个很自私的 着力地在培养一个 能让自己挽宁幸福的环境 少爷 退休是什么意思啊 告老 三十岁就告老 虽然做不成宰相 但是至少也成了国公 草回弹州吧 思思大惊说道 告老 三十岁就告老 如今 你已经是监察院提司 日后肯定是要接陈老大人的位子 这便不能再入朝阁 也不能清掌军队 三十岁 顶多是个二等猴 他苦着脸说道 难道真准备三十岁就回弹州 这可怎么行 范贤没想到自己偶尔吐露的心声 竟是让丫头先急了起来 笑道 也不见得回弹州啊 像是我们北齐 东夷南 越西满 甚至 还有海那边的国度 咱们都得去逛逛 这才不许死生 在草原上骑马 在大海上坐船 慢慢走着慢慢看 西边的蛮人要吃人的 思思惊恐说道 说到蛮人 范贤不禁想到了最新的那份怨报 摇头挥走思绪 回到眼前来 知道自己先前说的话 只是一个看似美好 却极难达到的理想 不过如今的生活 还已经比较满意了 除了那件大事之外 思思这时候还在搬着手指头算 那还有十二年 少爷打算做些什么呢 做什么 范贤很认真地说道 但是做一位能臣全臣 上校忠朝廷陛下 下监察立志 将那些鱼肉香里 贪赃受贿的不法臣子 统统拿下 思思一正 半赏后幽怨说道 少爷 可不是个秦官 范贤说的话 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肯定不会相信 思思已经算是比较客气 没有直指少爷 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大贪官 范贤无辜说道 这个没办法 谁叫我那老爹 和我那位岳父大人 号称是沁国最大的两个贪官 甲学渊源 甲学渊源 思思认真反驳道 但少爷肯定也不是个贪官 范贤叹了一口气 使出双手 用力地揉了揉自己发麻的脸 说道 有时候伪装得久了 我都快要不知道 哪一面才是真正的那个我 这句话很小资吧 不要问少爷什么是小资啊 就这样 睡吧 客栈之中 油灯已灭 被翻红浪 没有发生 让思思自行睡了 范贤从床上爬了起来 劈了剑袄子 也不急着行动 而是倒了一杯冷茶灌入肚中 消消难掩的火气 他没有点灯 便在黑夜之中 仗着自己的眼力走到了窗边 他推开窗户 漫天的月光随着寒风一同吹了进来 客栈对面便是沙湖 此时湖风轻荡 吹得湖畔的江尾长草 鬼魅的晃动 湖中心是那一轮难辨真假的月亮 景色极美 目光从客栈下方的湖水上收了回来 很自然的偏向右边 范贤并不吃惊的看着楼外那个 双脚悬空 逍遥坐在空中横栏上的黑衣人 知道以对方的境界 想摔死自己 就好比想在脸盆里自腻一般不可能 您知道我房中有女子 你能不能避讳一点 不要说这又是个意外啊 意外 黑衣人单调地重复了这两个字 说道 云池兰要到杭州 来通知大人 范贤略感吃惊 但是注意力却依然在这个黑衣人上面 好奇问道 我有个疑问 以往你天天跟在老头子身边 难道从来不用睡觉 黑衣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你那身白衣裳呢 虽然不知道那是不是你的真面目 不过那个时候可要帅很多 黑衣人依然沉默 他虽然是范贤的下属 但他的身份实力 已经可以让他不用回答太多这种无聊而幼稚的问题 我有个最大的疑惑 你总是这么神秘莫测的 连皇上都不认识你 那你怎么统领六出啊 要知道你才是六出真正的头目 那位仁兄可只是个代办 自有办法 试涉公务 庆国最厉害的刺客头子 影子同学 终于开口说话了 还有 你话能不能多一点 我知道你崇拜我家那位长辈 但你和他不一样 你要搞清楚自己公务员的身份 从京都到现在 你一共只和我说了三句话 我很不高兴 有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都没有机会得到你的解答 在影子的面前 范贤越发显得像个话浪 影子犹豫了少许以后 开口说道 大人请问 范贤嘴角扶起一丝微笑 说道 问题就是 你捅了我一刀子 你打算怎么陪我呀 感谢收听本集 庆余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